Hello 大家好,我是Uncle B2 雖然今年沒有 ETH 但一些遊戲廠商都在原本舉行 ETH 的時間 各自舉辦了屬於自己的遊戲發佈會 就好像 Ubisoft 和 Capcom 分別都舉行了 Ubisoft Forward 和 Capcom Showcase 到底這兩個遊戲發佈會 有什麼值得大家期待的遊戲公開了消息呢? 今天我就簡單地帶大家去看看 這個頻道主要想和大家分享我的HCG 文化看法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按訂閱旁邊 加入會員 甚至使用超級感謝功能 方便追蹤我的最新影片之餘 也可以支持一日我製作更多於HCG 文化相關的影片 而我的Discord Code 並告 B2 集會所已經正式開放了 各位想與我和其他人瘋狂討論HCG 相關的事情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的影片資訊 Click DC Group Link 集會所 還有逢星期三晚11點55分 我將會在Teach 最後直播 大家可以follow我的Teach account 到時可以和我一起喝酒聊聊天 另外我亦開始了Instagram 去講一些和飲食文化相關的話題 如果大家對這方面的話題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 帳號 首先說說由 Ubisoft 舉辦的 Ubisoft Forward 先 根據 Ub 的傳統 每年它們的遊戲發佈會打頭陣的遊戲 都一定是 Just Dance 的了 在今次的發佈會中 UB 就宣布 Just Dance 2024 將會在今年的 10 月 24 日 在次世代主機平台和 Switch 上推出 而且如果大家之前有買 Just Dance 2023 的話 就可以在同一個遊戲介面之下 玩完兩隻遊戲的遊戲內容 另外 Ub 更表示 Just Dance 也成為了奧運的電競賽事項目之一 在 2021 年首次公開消息的 阿凡達改編遊戲 阿凡達 潘朵拉邊境經過一次延期之後 在今次的發佈會中 UB 終於公開遊戲的新消息 並且公開了兩條遊戲的新宣傳Trailer 在這兩條Trailer 中可以看到 大家就要扮演一位由人類培養長大的立美人 重回立美人部落後 以第一身視覺對抗人類 保護潘朵拉的 而大家因為由人類培養長大的關係 在遊戲中大家是可以使用立美人和人類兩邊所使用的武器 而且可以純服大家專屬的靈鳥 另外這遊戲是有商人連線模式 可以和朋友合作體驗這遊戲 這遊戲就在今年12月7號 在次世代主機平台和 PC 上推出 為早前 Summer Game Fest 2023 打頭陣的遊戲 《波斯王子 失落王冠》 也在今次發佈會中 公開了更多的情報 同公開了兩條遊戲的新宣傳Trailer 在這兩條宣傳Trailer 中可以看到 大家就要扮演主角薩爾貢 在波斯的神話世界 利用時間和空間的能力 深入卡夫山冒險 不過我看完遊戲實機遊玩畫面的Trailer 之後 遊戲整體給我的感覺 就好像是一隻波斯王子版的落客人 這遊戲就會在2024年1月18日在全平台推出 大家由期待變成有些失望的 Skull & Bones 在今次發佈會就…找了對班出來唱歌 同宣布8月25日至28日有Cose Beta Test之後 就沒有宣布任何與這遊戲相關的情報了 Ubi 開發的競速遊戲系列 The Crew 在今次發佈會中 公開了在2月已經公開了消息的系列最新作遊戲 The Crew Multifest 的一些新消息 今次遊戲的遊戲舞台就會在夏威夷群島 大家就可以同自己心愛的災具 在這個度假勝地內風馳電製 另外今次遊戲亦為大家帶來超過610款的載具 供大家去選擇和自定義它們 亦是系列有史以來數量最龐大的載具陣容 這遊戲就會在今年9月14日在Switch以外的全平台推出 而且在7月21日到23日 遊戲亦會在PC、PS5和XX上舉行Cose Beta Test 在 Ubi 的遊戲發佈會 大家比較期待的遊戲系列 我想其中一個一定是刺客教條系列 在今次的遊戲發佈會中 Ubi 就公開了3個有關這個系列的相關消息 其中一個就是系列將會推出VR遊戲 刺客教條 多重事介 大家就可以在這遊戲中 發生成各種傳奇刺客 以第一人稱的視覺去體驗他們的故事 而這遊戲預計會在今年內推出 另外之前已經公開消息的刺客教條 代號 Drade 以古中國為遊戲背景的刺客手遊 亦公開了遊戲的宣傳傳傳播放 並表示會在今年的下季做Cose Beta Test 在今年10月12日就會在Switch以外全平台推出 以前作刺客教條維京紀元 其中一個角色 背心無為主角的刺客教條幻象 亦在今次的發佈會中 公開了遊戲實機遊玩畫面的片段 在片段裏面就可以看到 遊戲將會回歸最初潛行暗殺的玩法 當然在片段裏面亦有展示信仰之約 和派老英去偵測等等的元素 來到今次發佈會的壓軸 當然就是在Xbox Game Showcase 2023 首次公開消息的 Star Wars Outlast 今次發佈會 UB就公開了這遊戲實機遊玩畫面的片段 在片段裏面就可以看到 大家就要控制主角K-Fest 利用力宗和各種裝備 亦可以透過一些特技分散敵人注意力 在沒有被拆過的情況下偷取貴重物品 當然如果被人發現的時候就需要進行戰鬥 而在片段裏面大家亦要為K-Fest 進行一些選擇 而這些選擇可能會影響劇情走向都說不到 不過我看完這遊戲的實機遊玩畫面片段之後 遊戲整體給我的感覺就好像一隻星戰版的GTA 或者RDR那樣 這遊戲就會預定2024年在次世代主機平台和PC上推出 當然在今次的Ubisoft Forward裏面 其實還有其他遊戲的消息公開了 包括Bluhalla 和Hero 的跨界合作 Division 的手機遊戲Resurgent 極限共和國的滑板DLC Mario Rabbids Sports of Hope 和Rainman 合作的DLC等等 但外於今次懶人包蝙蝠的關係 我就不在這裏詳細進錄了 如果大家對我沒有在懶人包裏面提及的資訊消息有興趣的話 大家也可以去Ub的官方YouTube Channel 看看Ubisoft Forward 2023的直播重溫 那關於Ubisoft Forward之後 不如又講一下Capcon SoulCase 為Capcon SoulCase 打頭陣的遊戲 就是在Xbox Games SoulCase 2023 首次公開消息的 Kuetsugami Perth of the Goddess Capcon 就表示這遊戲利用了RE Engine 開發 兼具戰略和動作元素的和風遊戲來 但他們就沒有再公開更多有關這遊戲的情報和推出日期 只是表示會在次世代主機平台和PC上推出 那手機遊戲Walkman X Dive 在上星期就宣布會在9月27日結束營運 但大家包括我在內 誰猜都猜不到這隻手機遊戲 竟然會在今次的SoulCase 宣布推出Offline 版本才行 這個Offline 版Capcom 就表示 會收錄之前版本的角色和關卡 亦可以通過關卡來獲得角色碎片和素材 這隻Offline 版遊戲就預定會在今年內 在兩大手機平台和PC上推出 在7月14日就在Switch 以外全平台推出的SO Prime Mode 在今次的SoulCase 中 亦公開了遊戲故事劇情相關的新消息 以及一道全新裝甲、強弓裝甲 和遊戲模式野外挑戰的資訊 另外Capcom 亦表示在6月16日到19日 亦會展開遊戲的第二次公開測試 讓大家體驗一下遊戲故事初期相關的任務 和10人合作任務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在2021年的時候 Capcom 公開了一條有關Preg Marta 利用遊戲中的金法小羅莉 舉派宣布延期消息並且道歉的影片 在今次的SoulCase 中 他們又重思故忌 釋出金法小羅莉在激烈的戰鬥中 旁若無人感繪製延期消息和道歉的影片 只不過今次的影片裡面 就加入了一些貌似遊戲實機畫面的片段 在這條影片的最後 遊戲的開發團隊 表示一直自力開發這遊戲 但鑑於開發需時 因此決定再次延期發售 對此深感抱歉 開發團隊將繼續傾盡全力 為大家帶來最佳的遊戲體驗 這遊戲本身由2023年推出 就變成推出日期未定了 不過金法小羅莉這麼誠懇寫道歉信的話 那就再等一等 大家說是不是 來到今次SoulCase的阿族 當然就是在2022年首次公開消息 在PlayStation Showcase 2023首次公開宣傳trailer的Jergon's Dogma 2 在今次的SoulCase裡面 遊戲製作人伊俊野英照表示 大家可以在遊戲裡面自由創建主要隨從 同透過網絡向其他玩家借兩位輔助隨從 組成最多4人的小隊在遊戲裡面冒險 另外伊俊野英介紹了今次遊戲 兩個對劇情較為關鍵的人物 女性人類弓箭手烏爾里克 和本作首次登場種族獸人的巫女納迪亞 以及新技魔物美道沙等等 另外伊俊野英表示今次遊戲裡面 亦會有前作母的新職業提供給大家選擇 不過遊戲就暫時未公佈推出日期 只是公佈了會在次世代主機平台和PC上推出 當然在今次的CAPCOM Showcase裡面 其實就有其他遊戲消息公開了 包括逆轉裁判4-6代的精選合集 幽靈偵探HD移植版推出體驗版 Biohasa 4 Remake VR Mode 等等 但礙於今次懶人包的蝙蝠關係 我就不在此詳細進錄了 如果大家對我沒有在懶人包裏提及的資訊消息有興趣的話 大家都可以去CAPCOM的官方YouTube Channel 看CAPCOM Showcase 2023 的直播重溫 以上就是Ubisoft Forward 和CAPCOM Showcase裡面公開的遊戲情報 不知道大家期待哪一款在這兩個遊戲發佈會內公開消息的遊戲呢? 不妨留言說下你最期待的遊戲是哪一款遊戲 另外也感謝各位酒友會員的贊助支持 因為有大家的支持 我才可以在各個平台發展我的影片和直播 我是Uncle B2 我們下條片再見 小我就會賺到出來的遊戲 是 是 大 過去 談